歌的女子 歌唱的肉和肉巧的 姑娘 你哪家女子 白家沟的 你问这儿做谁 我是黑家湾的 我叫黑大头 我刚从北草地做生意回来 嫁人吗 我家没嫁人 怪你甚至 你没嫁人就跟我上市 你嫁人了就不跟我上市 哎 哎 你没嫁人就跟我上市 哎 给你走一通快话呗 走你的路吧 没嫁人也不嫁你 叔 善儿 这些皮毛啊 绸缎 还有物品 全到见面礼了 啊 你这是要 叔啊 我在村里打听过了 你家女子白玉娥 失久了 还没嫁人 我这是 专门来求心的 我家玉娥倒是没嫁人 可这求情 到底是件大事吗 总该有个没人了吧 是 是是是是 叔 坑哥刚从北草地回来 来不及掌门 您二老要是不嫌弃的话 全当他是个没人吧 啊 是 叔 十二 黑大哥 可是我们黑家湾的大户来 家中甜产不薄 还使张三里四 俩长工来 可我们 还不晓得娃娃的想死 看看刮姑说话呢 您 余哥 出来给客人倒茶 喝 喝 站好 老杉 想打劫啊 是 谁是黑家湾的黑大头啊 谁在寻爷啊 你爷爷黄三狗 听说有人要娶我们村的白鱼鹅 有没有这回事 敢称爷子 想必是带了大礼来了吧 阿屁 凭你也想娶白鱼鹅 不问我三狗哥愿意不 我要娶白鱼鹅 那问他做事 白鱼鹅 可是我们村的一枝花 俗话说 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们这些兄弟可都是光棍 谁都想把白鱼鹅取回家暖被窝 平身叫你个外人取回家 取回家人 那是你情我愿的事 你们还讲不讲理 甚讲理 在这儿 我的话就是理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原来是赵母娘家的理来了 你明白就好 怕的是碰到个鱼鹅脑袋 你不是要娶白鱼鹅 把你带的东西流汗 算是对鱼鹅弟兄 像圣马圣的一个不成 我要是不留呢 不留 那就别怪爷爷拳脚招呼了 想打架呀 兄弟 想动手也好 想撑爷也罢 拳脚不留情啊 选五个 跟鹅到那边一起上 我赢了 光鹅叫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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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鱼铁里啊 挂得佛阳 露宿榴杆啊 收拾了吗 余哥姐 有人上你家提亲了 听说还是黑家湾 一个有钱人家呗 她提她的 观光顺顺顺 那人家怎么到我家提亲啊 那是看上你了呗 是嘞 余哥姐 加个有钱人家 这辈子算是想上福了 哼 听你这口气 不是你看上人家了吧 要不 把这福让给你 我可不敢当 你们没听说 黑家湾那厚上 脖子又粗 手又大 脸上黑也就算了 还照着麻子呢 那要是生下娃娃来 那余哥姐就不敢抱上去 烧火做饭了 为啥 你想啊 那要是把娃娃掉进灶灰里 那还能分开哪是灶灰哪是娃娃呀 我撒了你这嘴 你这嘴 你这嘴 看 你看 要不人家都说玉娃姐的手巧呢 这么大个龙凤成祥 剪出来活生生的 她呀 不光手巧 那心思更巧 这人家才来提得清 她这就等不及了 谁说个等不及的 我还没阴下她呢 你嘴上这么说啊 可这手上早就漏了心思 你怎就不剪个别的 真是个龙凤配 你这还不是看上那个黑脸张飞了 你这烂嘴 这小王子不老你 辛苦了 别生气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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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杜嘉宇 快 快 快 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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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杜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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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东西都卸了啊 东西卸了 东西都卸了啊 走走 快 杜嘉宇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辛苦了杜嘉宇 先走 辛苦了 杜嘉宇啊 驾 律师 喂 拿水来 磕了 水高下了 凉凉再喝 呀呀呀呀呀 拿凉水来就行了 天凉 喝冷水乏人了 呀呀呀呀呀呀 这算剩了 早单闯北的 人在外没办法 慢着喝 这不回家了吗 好好好 偷开 找杜嘉宇啊 找杜嘉宇啊 去给我备酒去 备酒去 好好好 手术都安顿好了 这么办啊 嗯 这是个皮毛啊 一会儿都放到冬瑶去 嗯 嗯 后边有一舵子是 爆的嘛 还有一舵子水淌嘛 放到饿瑶里去 好 好嘞 嗯 这是好的吗 这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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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黑大哥回来了 黑大哥回来了 黑大哥 又发了吧 咱呢 哎 听说我刚从北草地回来 带了些钱才 想套个俩 是吧 有你们几个 那就是蓝羊打算走啊 烧带脚的事 黑大哥 听说你从北草地回来 脚膜粘地 就把白家沟的俊女子 白云娥说上 你是掐花掐花顶子呀 那女子 眼高啊 你说对了 我就是她眼中那个高 客户大哥美的啊 怕是情场得意 独场百姓吧 哎 裤裆里掉那个铃铛 能甩多少子啊 你也不知道啊 带货了没有 这儿 走 走 妈 哎 做新回来了 妈 来吧 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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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干了 走那么远的路 妈 你不要休闲 妈 歇着歇着歇着 走 歇着什么 没事 歇着歇着歇着 哥 哥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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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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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你了 我这个妹子 越长越水凉 来 给我 哎 走 哎 来 大曼哥回来了 包卸下来吧 来 去西班里吧 哥 城里学堂的女子多吗 不多也不少 那 都是有钱人家的吧 总而也想去城里学书 可是 咱家没钱 妹子 你要是想识字 哥教你 哎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哥 哥不是想趁这个机会 在城里学员吗 哦 小的 是学那个姓呼的 别让大和妈听见 那你寻找他了吗 哎 寻了十几个 可问到后来啊 都不是 那姓呼的怎么惹着你了 问那么多干什么 干活 洪志尚 紧急召唤书下 出了甚死 郭文局长 这是省党部雷科长来的信 你也看一看 这 这是要咱福斯县抓共产党啊 对 大人 这个孙总理不是说了吗 要联合共产党吗 这这 这咋又要 又要编了 难道你不知道 孙总理两年前就不在了吗 哼 我说郭局长 目前掌印巴子的可是蒋总司令啊 禅团长 这个比你小的 你既然小的 你就该知道先听先总理的 还是听总司令的 我当然小的先听总司令的 好了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蒋总司令 已经下了清党令 四月十二号 蒋总司令在上海 已经对共产党动了手 从现在开始 全国 都要开始清党 苏先生明白 咱福斯县也要抓 大人 您下令吧 大人您一下令 我保安堂一定雷厉逢行 好 可是 你们手上有共产党的线索吗 这线索嘛 那当然是警察局的事了 这得问郭局长要了 这个现在这个 此前啊 确实没有在意 什么 没有在意 为什么 这以前不是国共在联合吗 那谁晓得现在一山不中二虎了 郭局长 你既然知道国共是二虎 就该知道二虎别人相争吧 你既然是福斯县的警察局长 当然 那只是个代理局长 那也该晓得共产党是谁吧 我说陈团长 你也是福斯县的保安团团长 既然共产党是乱党 你也有查清乱党 维护福斯治安之责吧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 我福斯县可是陕西省的大县 既然现在上面下了清党令 那咱们可不能落后 要成为清党的模范县 可是这个眼下是却什么有共产党的下所啊 那就给我去找 给我去寻 找到一个抓到一个 抓到他们的头头 就不怕抓不到一大批 大人的意思我晓得了 就是不忙着打草惊蛇 给他来个掩杀出洞 对 只要他们出了洞 我们就来一个一网打击 是 去吧 我都说了不叫你们送 别送的 等你有了娃呀 真能理解呀 那就快跟我哥说个婆意 有了婆意就有娃娃了 你这鬼妹子 你怎么不给咱大咱妈招个好生呢 哥 馨儿 给大告个别 大 道甚别呀 到那儿安心认字就成了 好 那您注意身体 妹子 我不再 帮我照顾好大和妈 别让他们操心 等我有了嫂子 我大和我妈 就不用我操心了 这傻妹子 来 东西给我 大 妈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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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